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 君子于义是一首家中的妇女 深情思念远方服役丈夫而做的诗歌 这首诗歌开启了一个情景交融 如诗如画的丝绸诗歌的先河 对后世的文学影响很大 君子是古时候妻子对丈夫的一个爱称 诗歌开篇诗人就直奔主题 告诉读者他的丈夫不在家中 那丈夫在哪里呢 余义这两个字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读者 诗人的丈夫被统治者派往前线服兵役 那下一句不知其妻 妻这个字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是指归妻 那诗人感叹丈夫远征兵役 不知何时归妻 那另一种解释呢 指日妻 那诗人的丈夫外出已经很久了 日子已经远到算不清了 不言而喻 诗人此时心中最大的期待 就是希望爱人能够早日归家 和自己团聚 何至灾 这个何是何时的意思 这一句是诗人内心的独白 表达他心中忧虑和疑问 那诗人在想 丈夫如今身在何方呢 因为兵役要跟随军队远征 古时候交通不方便 那行军的路上要花费许多的时间 所以诗人不知道 丈夫目前行军到底到了何处 所以才做了这样一个发问 古人的通讯落后 那杜甫就曾经有诗歌说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那战争时期能够收到爱人 家人的一封书信 绝对是能够抵上上万斤之架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 时代背景的局限之下 诗人对于时间距离的体悟 他内心的坚持和毅力 是我们现代人所望尘莫及的 那番经历了漫长持久的努力和等待 而最终获得的俊勇的喜悦和幸福感 是现代人很难有机会再去感受到的 因为我们现代人 已经很难有毅力坚持到那一刻 《君子余役》这首诗歌分别后一句 是诗歌在文学上最大的亮点 积极于时 日之西矣 羊牛下来 诗人从对丈夫的思念 转而描写了一些非常家庭化的场景 家中养的鸡在晚上都回窝休息了 羊牛也都从木野回到眷中过夜 暮色下垂时 农村田园 田径而美好 而美中却有极大的缺失 就是缺少了爱人丈夫的陪伴 所谓家的味道 最重要的就是团圆的温暖味道 暮色降临时 家中灯火通明 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 瓢香四溢的饭菜味 屋里家人欢声笑语 如此这般才能叫做是家 而诗人在外服役的丈夫却不知归期 如此对比之下是多么令人感到忧伤呢 《君子余异》这首诗歌在文学上最大的特点 就是构建了一个温馨恬静的家庭场景 用以来对比突出家中缺少爱人的寂寞和荒凉之感 从这首诗歌开始 《日暮黄昏》就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文学意象 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日暮怀人诗》 后世的很多文学作品里 《黄昏》这个时间点 往往最容易与思念远方亲人朋友的这样一种心绪 自然的结合在一起 双击点赞关注听灵七 您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